在加拿大的树里市 有心人士捐有机蓝莓园给慈祭 而志工零精水 用心照料今年大丰收 志工邀请会员来摘彩 做成果酱义卖 作为会所的建设基金 蓝莓果园正是结实累累的成熟期 一群慈祭志工 会员 顶着炙热的太阳摘彩化身农夫 八十棵蓝莓树 平时的照料 修枝 除草 令精水清粒轻微 风雨无阻 有心人士捐了这块园区后 六年来可是募款大工程 过去所得均医院添购器材 现在作为宿礼慈祭会所的建设基金 一罐罐莱莓酱 装满爱心 早期移民来的时候 最早就是认识他们 然后就到他们家 他们办茶会 读书会 那扫街活动 依卖 都是他们带着我们做这些事情 做好事 呼朋引伴 丰收的喜悦将护持社区 戴新闻知识美职工梁玉燕 陈文和 加拿大报导